囤積太多的杂物会令我们产生压力 因为杂物令我们的视觉、嗅觉都超出了负荷 当我们经常见杂物是很容易分心的 因为我们会想什么时候去收拾一下 没有收拾到又会觉得很内疚 没有位置放也会觉得很沮丧 其实这些都会是令我们产生负面程序的原因 而当杂物过多的时候 不只会对我们的健康、安全、卫生、产生忧患 亦都会令我们和家人有很多冲突的机会 不够显示如果本身那个人曾经遇过创伤的事情 或者是家人都有囤積症 那是比较容易患上病态的囤積症 其实很多时候他的问题由青少年期已经开始了 到了中年的时候就再严重了 变成一个病态的问题 囤積症如果很严重是会出现病态的情况的 根据定义如果你囤積的东西太多 比一般人都多 甚至乎对日常生活产生影响 那就有可能是囤積症了 一般囤積症病态的病人 是会认为自己存的物件 都是很有意义 很有价值 并不是垃圾 而当你要他扔的时候 他会情绪崩溃 觉得很大的困扰 而这些杂物过多 影响他的日常生活 那就有可能是出现病态的囤積症 近年很多人实行断捨离 Daisy亦都说 断捨离的确有助舒缓情绪 美国有一位认知神经科学家 他发现如果我们整个房子 帽子会释放一些安多云 令我们觉得遥远一些 开心一些